我相信我們廣州的巴士迷都一定來過這裏 這裏是月秀山上的縱原樓 對面這輛藍色的巴士 這輛雙層巴士會有很多 我們年輕的時候作為巴士迷的回憶 坐在這個位置大玻璃 看著這條路 這輛車是龍頭那邊巴士總站開出去 全程坐好 好像旅遊巴一樣 其實這輛巴士有很多故事 它是我們廣州第一輛自主研發的雙層巴士 並且這輛車的椅子和當時的廣州的公交 全部是一樣的 但是這輛車厲害的是什麼呢? 最大乘坐坐客的量 差不多90人 再加上企人 這輛車最多的時候 巴士公司的同事跟我說 超過150人在這輛巴士可以坐 這輛波音737多一點 差不多了 所以它會是一輛運載量極高的雙層巴士 講起廣州的雙層巴士 除了這輛自主研發的巴士之外 其實在它再早之前 那些叫左口魚 烏嘴狗 猶泰的雙層巴士 從1985年開始 在香港退役之後 是陸續引入到在廣州 它就將那邊的車門封了 因為它是猶泰的 在右邊另外開多了一個車門 所以無論上落客 都是同一個車門出入的 我很記得那輛叫左口魚的雙層巴士 因為它的拍動機有一半 是空了一個洞出來的 出發地就在火車站 紅色的 離遠就看到 我覺得我一定要坐這輛車 在我童年的這個記憶中 留下了一個好心好心的印象 牽著家將車方向學科檔 仍未掛念常見家鄉 今日追趕因工作盡說望 為望我初心往下疼 如果你都有那段在廣州 乘猶泰雙層巴士經歷的朋友 留言告訴我吧 那些車是哪來的呢 我們要找一個出處 找一個出處之前 我來到香港找一個朋友 Ken哥 今天拍什麼的車 今天拍的車 先問你一個問題 你知不知道其實內地 還有廣州 有一段時間 都很多猶泰車 很多走私那些 好像說有來有 自己的車好像走私上去 然後在大陸坐回 那些車是我的車 你當過那些車嗎 不是 八九十年代 這些車當然是一部分 但你知不知道 其實巴士 在廣州 都有一段時間是有猶泰的 哪來的 你不知道 帶你去看看 冬天車上製壁座嫌棄 踏進陰天應徒追那一期 車上衝光任女伴侶 時罪運興電池的日記 是否很熟悉 我當然很熟悉 原來你們也這麼熟悉 當然 今天我們專門找Keng哥 去看我們故事發生的原點 其實就是九龍巴士 九巴是你熟悉的 咦 有專家在上面 找Keng阿姬 厲害了 我上去和你介紹一下 他有什麼麻煩 Hello 廢哥早安 早安 早安 Keng哥 廢哥厲害了 您重介紹一下 他是九巴的總教頭 那你現在坐這輛車 我看到有些歷史痕跡 這輛是什麼車呢 這輛就是我們以前的 飛空調巴士巨龍十二米 這輛車的特別是有三個閘門 包括一個上客和兩個下客 你可不可以帶我們去參觀一下 好 因為我知道巨龍十二營 巴士迷對它是有個匿稱 還是愛稱的 你應該知道 你說熱狗 熱狗是 熱狗就 逢親摸空調都叫熱狗 是啊 因為熱到裡面 我們好像一隻狗一樣 哈哈 那就是熱狗 其實我知道 這輛十二米的巨龍熱狗 會不會就是 我之前說說 在廣州 我們以前不是有一批 又是九巴 退役的那些車 但那個不是後面孖淡的 那個短一點 我們最初期的那些 全部都是短車 九米左右 或者八米多 換言之 這輛車就是接替那批退役的巴士 它就引入香港市場 沒錯 那這輛車的復役的年期是大約什麼時候 1980年代左右 然後去到大約2004年左右 退役了之後 有幸調到我們九巴學院 前身的車長訓練學校 擔任這個訓練巴士 這輛巴士也是我考師傅牌的時候 用這輛巴士來的 哦 即是你考師傅牌也是用這輛巴士來考的 所以很有感情的 這輛車 這就是情懷車 你看看阿輝哥的情懷車 其實我想再介紹一下這些車 我看到它的佈局 和現在最新的商場巴士 都差不多 大同小異 是的 有些分別的是座位佈局 這裡也有個大堂位 可以方便多些乘客 可以在這裡站 我以為這個是擠輪椅 還未 因為輪椅 一定要低地台 可以有條通道 給它過來 這一輛熱狗 是入錢還是賣票 這輛也是入錢 以前 你看到前面有個框 以前的車就是前箱 就是那個位置 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就是賣票 是的 所以那時候 那輛車除了車獎之外 也有很多員工在裡面 曾經試過有三個員工協助 一個是負責拉閘 另外兩個是上下層 每一層有一個售票員 我聽過這個故事 昨天有些人是走票 是呀 終於欣了 又上二樓又上一樓去捉 這人很厲害 兩三個站 逃避買票 就走車尾的車頭 車尾的車尾 跟他鬥捉 鬥追逐 我們上二樓看看 好 我覺得座位的佈局 跟現在的新車有些不同 是的 新車就沒有三二的 他真的坐了很多人 是的 應該是香港史上 坐得最多人的 是的 這個有沒有錯 這個我猜 沒有錯 這個最高坐的客量 可以去到160人 計算站位 計算站位 但是二樓是不給站的 二樓是不給站的 這個香港法律規定 其實從什麼時候開始呢 我的問題 是 開始有按鐘呢 以前是拉繩的 是的 以前是繩在那裡 以前拉繩的 接著那個售票那個 就會用那支東西 即是用那個扔票 就撐一下門 那司機就會知道有人落車 是怎樣在上面撐那個門 不是撐那個地台板 哦 哦 這些都是聽回歷史 哈哈 我開了就沒有了 我開了就開始 明白 我們下去 好 我想看回輝哥的駕駛台 好啊 這些巴士是不是很難駕 這個是波箱 對 這個是波箱 按鍵就可以了 只有兩個波 不是 這個呢 就是限波鍵來的 這個四前一後的 D波就自動波 哦 當你上車 需要車保持著轉數高 那我們就下個限波鍵 但是看起來呢 它又是自動波 肯定有個風流體 是 是不是好像私家車 沒有駕駛的 不會 其實體位就不會差的 為什麼呢 因為始終巴士車身高 也都沒有了頭腹 其實體位就很開揚的 不過呢 因為那個軸距長 變了轉彎要的空間 就比外面的私家車 或者其他短身車輛 要的空間多很多 所以那個駕駛技能 就要更加安全 OK 我們看看旁邊那輛短龍 好啊 其實輝哥 我們看看這輛車的樣子 這兩輛都是Dennis的車 對 樣子都一樣 對 這輛12米 很明顯很長 這輛就是9米9 我叫它10米龍 看到它的佈局 散熱網 粉面罩 還有上一輛的車窗 基本上大致上都一樣 很經典的 對 Dennis就是這樣 兩輛車 是足足差了一個年代 因為這輛是80年代 82年 83年的車 而這一輛就已經去到93年 差了10年時間 我們現在上車 看看九巴巴士 它又做了什麼變化 冬天車上製壁在艷氣 踏進陰天應徒追那一期 車上中光陰女伴尼 是最運興電池的日記 我們坐到後面 我發現佈局的裝修有點不同 沒有客廳 但多了一個對錯的位置 多了一個Family Room 一家大小可以坐在這裡 四個位置 最主要這些位置 就因應輪胎 座位就不能向前 所以就變成這樣的佈局 我坐巴士最喜歡坐在這個位置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位置坐得高 窗位低 視野相當之好 然後我坐在這個位置 如果對面有個美女 嘩 賞心業務 就忘記下車了 忘記下不下 其實我很好奇 因為轉成是冷氣車之後 市民的反應是怎樣 沒有坐過冷氣車的感覺是怎樣 剛剛開始的時候 我們還是飛空調和空調車一起運作 有些乘客一上來見到 為什麼這麼貴呢 他寧願下地去等熱狗 價錢差很遠 因緣回來的路線不同 有些可能欠幾元 因為以前的年代欠幾元 可能挺厲害的 但也試過有些小朋友 我那時開飛空調 他們一見到我的車來到 死拉了媽媽 不想啊 我不想啊 我要等冷氣車 也有這樣的情況 所以那時候都很有趣 其實巴士上面 一向都不可以吃東西 不過以前的文化 很多人在上面 會咬嗨嗨 咬嗨嗨都有 有 看完戲之後 真的嗎 真的嗎 真的 真的 可以吃一下 吃麥當勞就好 咬嗨也好 有很多 但隨著這個時代的進展 冷氣巴士令人的數字都高了很多 嘩我搶上一輛車 這麼高級的 貴這麼多錢的 即是要高級一點 我們上二樓看看 好啊 去一個陌生城市的旅遊 我喜歡的方法 我就會選一條巴士線 我會選一個漂亮的巴士 然後就沿路去走 看到一些好的地方 我有本筆記簿 做筆記的 我去巴黎就這樣玩 我又不懂法文 我就記住那個字 那個開頭 A站 B站 我就記住 去到總站 然後就回去坐 去到那裡我就下車 對了 我一天就玩了一條巴士線 我就這樣玩了三四天 年輕人 他才沒有錢 但是這樣是 因為我又喜歡巴士 我覺得這件事很開心 那你會不會坐大銀幕 這個位 因為巴黎沒有雙層巴士 但如果去倫敦 那些什麼地方 有雙層巴士線 我一定坐這個位 這個位 這個位是皇帝位 看完所有東西的 亦都可以潛望鏡 裝到你在這裡 你在做什麼 這個是司機看二樓 對 看上層那些 是反射這裡的 有時候有些人不生性 就放在腳上遮住 真的嗎 或者擠個旅行袋 或者買送袋 有時候遮住 遮住看不到 但我都會遮住 我最喜歡用頭這樣裝著 我看下面的車 所以有時候我們看上來 很容易會看到小朋友的頭 很喜歡的 喜歡在那裏裝客 究竟你的司機在做什麼 車速方面的限制 如果是在香港這些雙層巴士 因應道路 如果一般的道路 50公里 我們的最高行速都是50 不過都要看回當時的路面環境 尼敦道 雖然走出50公里 你走完50公里 其實都不是那麼安全 一般的快速公路 就算是80公里 100公里 我們最高限速是70公里 這個就是香港法律規定 所以千萬不要說車長駕得慢 這個是法律來的 法律規定 是保障乘客的安全 好了 我們看了兩架車 應該分別是80年代 90年代 我們再看一架 這個是最新的 當日工廠 搬遷過樓蟻房 城內每一飯便新床 身在車上 心中有著某人 沉積每天上你近方 這架車會是全國產的 還有比亞迪去做 也是電動巴士 以及我們看看 80年代90年代 發展到現時最新的車 這個開門的幅度 亦都不同了 低地台 這個就是未來的趨勢 沒錯 整架巴士應該會是 現時香港市面上 我們會見到最先進的巴士 最新 最先進的 我們上去看看 好 整架車的佈局 都跟那些完全不同了 是啊 因為現在這個電子標板 所有的資訊 都在標板上顯示到 好 想問一下駕駛感受 因為電車 跟這個柴油車 整個系統都不同了 力度應該一定會好過以前 是啊 力度會好 還有車子 以前的車頭 會很吵 尤其是熱狗車 坐在那裡都聽到 暈暈的聲音 這輛圓圓行車 是非常安靜的 還有 冷氣系統 都是更加充足的 其實呢 駕駛這個電車 私家車 跟這個汽油車 有一個很大的感覺 就是 車的傾側沒有那麼大 因為電池在底 駕駛巴士會不會 都有這個感覺 都會的 因為重心向了底下 變了 駕駛車的時候 就會平穩很多 不過我們也要訓練 車長有些技巧 因為這款車的電池 重量多數分布在車尾 所以我們都要 在轉彎的時候 都要預早收油 提防 太過急速扭軚 可能重心會有少許偏軟 明白 車尾重路推頭嗎 是啊 好時折 這些東西放在後面 就推 大件事了 這輛車推頭就 哈哈 這輛車呢 你再留心懷人 這輛車 有一個雙輪椅 有時候真的會 坐在兩個輪椅 一起等的話 沒錯 就可以更加方便市民 發現那些開陽度都很夠 而且這輛車真的 嘩好高 一點都不頂頂 設定頭 這樣完全都不會 我又很好奇 就是之前 從熱狗轉到這個冷氣車的時候 市民的反應會是這樣 就轉到電動巴士市民的反應 又一個月進了 是啊 他們都很高興 尤其是有些 對巴士有興趣的人 剛開始走的時候 他們就特地走到巴士總站 來慶祝這些新的車 慶祝新車 慶祝引入來香港 我們上二樓看看 好啊 好像住那些別墅 我覺得有點像遊艇那些玻璃 我好像在世界上 其他巴士我都沒見過 是啊 這個都是新設計 我相信以前不是說 沒有想到這樣的 idea 應該跟車身結構有關係 現在車身結構應該穩陣了 它才可以下五座布林 那這輛二樓有什麼不同呢 這輛二樓這裡也有家庭座位 嘩 為什麼會有對坐 正啊 這個又是首創 對呀 首創其他巴士沒有的 上層第一次見 還有它座位的數量 會不會跟以前有什麼變化呢 會不會多了那麼多東西之後 我坐少了人呢 坐少了 因為後排那裡 放電池那裡就縮了 最明顯是下層那裡 現在整輛車可以坐多少人 連企圍啦 一百十五人 一百十五人 都不少了 是再少了客人 但是乘客的舒適度 就提高了很多 好啦 今天我很榮幸 可以跟Ken哥一起 找到這些童年回憶 是啊 跟香港地道的市民來聊 你要坐香港地道的巴士 我當然了 我要找你大陸 而且很榮幸找了 九巴的總教頭 輝哥跟我分享了分別是三個年代的 真是我看到 肉眼見到的變化 非常寶貴的一次經歷 只要我跟他聊天 所以請了一位嘉賓來 就是他們的專家 是九巴傳訊及公共事務部的Kenny Kenny 哈囉 Ken哥 你好 現在這個巴士 我們在香港哪條線路可以坐到 很多條線 我們現在超過二十條線 都是有這間雙層電巴 我想說一下 可能是一條路線 62X 那條路線 其實是由屯門 去到里縣門村的 那這個是我們現在現行 最長的一個路程 的一個路線 42公里 一程 充幾內電 可以走多遠呢 充電大約兩個小時 其實續航力是300公里 九巴八成的路線 每天的需要都可以終於應付到 九巴一直以來 我看了他們的歷史 做了一些功課 這個是一個公共事業 是 做這些公共事業 全球範圍入面 不是賺錢的東西 一定賺不到錢 是啊 還要投入這麼大 一輛車就四百萬 是社會責任 是啊 你怎樣去看這個生意 因為據我所知 你們甚至在疫情 這麼運營艱難的期間 所有同事都是堅守崗位 沒有炒到一個員工 很難得 整天我們九巴都有一個 我們口號 或者我們一個 提供服務的一個理念 我們形容自己做 叫做城市脈搏 我們一架一架 紅色的九巴 在市面的道路上 每天這樣穿梭 接載著我們的乘客 可能上班上學 生活的一部分 生活的一部分 就好像身體裡面的 血管的血液 提供著這個社會 每天營運所需要的活力 能量 亦都提供了給社會發展 所需要的養分 就好像城市脈搏一樣 這個城市脈搏本來是紅色的 好像身體裡面的血液一樣 我們今天這架 有一點點不同 綠色的 因為它是行電的 其實我們可以何時期望 見到所有的巴士 都是電巴士 我們為了配合我們國家十四五規劃 還有其實香港都有一個炭中和的目標 就是2050年 就是社會帶著炭中和 我們九巴作為最大的公共交通供應商的營辦商 我們一滴配合這個政策 朝著這個方向去發展 我們現在電動巴士來說 我們現在有82步 當中包括30步就是單層 有52步就是雙層的電動巴士 我們的目標就是在2027年增加到500步的電巴 這是我們一個比較短期的目標 我們亦爭取希望在2040年 全線採用新能源巴士 配合整個社會的目標 去發展綠色運動 我想問一下 其實2040年可能全部都是電車 以前那些柴油車 怎樣處置呢 會不會是棘手的問題呢 我們每年都有一個定期的更換巴士計劃 因為現在香港的法例上規定 其實行走了18年 那條巴士都不可以再行駛 18年 都是不可以再行駛 還有那些退役巴士 我們有很多渠道 譬如說我們會嘗試找買家 有沒有人會買那些巴士去用 另外我們也可能會捐贈給一些學校 很多學校有很多想法 就是可不可以把巴士改裝 成為一些STEM的課室 或者成為一些寶書館 那些小孩很喜歡的 沒錯 沒錯 我們看到他們有些想法的時候 這些學校可以跟我們申請 我們看看可行性之下 我們覺得可以的話 我們會盡量配合去捐這些巴士 給學校作為一個教育用途 這個都很受歡迎 我們看到很多學校的反應 都是說這些小孩很開心 全球大部分的做公共交通的 應該是公營部門 就是政府主導去做的 政府給錢 拿財政給錢 但是九巴是一家私人公司 這些公司 它怎樣去在社會責任 和生意之間去取得平衡 並且還要令市民去滿意 要服務市民 作為這個公司的最大一個使命 三方去做一個平衡 少一些商業智慧又不行 少一些社會責任又不行 少一些對這個城市的情懷都不行 所以其實我很佩服你們 真的做得相當之好 如果你都會有興趣的話 接下來九巴會 會陸陸陸續續續認識這個綠色的新巴士 你趕快還是去打卡 你坐一下 看看那圖網紅樓梯 就像你去的遊霍一樣 霸在大銀幕位 很棒的 你來香港旅行 特別是外地的遊客 你不坐九巴的雙騰巴士 你錯過了這個城市最精彩的部分 今天謝謝Ken哥 謝謝Kenny 在看這位 感谢观看